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众所周知,作为窦罗大陆的男主 唐三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注定是不平凡的人 因为他不仅仅拥有两世记忆 而拥有大陆上罕见的双生武魂和先天满魂力 因此,在大陆上修炼了很多强悍的绝技 让他打败了很多对手 下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其实,唐三的两种武魂在品质上是挺接近的 但蓝银皇武魂早期是大家普遍认识的蓝银草武魂 经过二次觉醒,才是实力惊人的蓝银皇 在早期的窦罗大陆中,论品质最强的武魂大致有三种 唐三继承他母亲的蓝银皇武魂是其中一种 是最为实用的一种 品质最强的第二种,就是教皇千训局的六亿天使 是天赋最强的 这点毋庸置疑,只是千训局个人能力有限 比不了唐浩的天才实力,才埋没了他的武魂天赋 而品质第三强的就是本体武魂了 其中真正意义上算是修真者的起修 在大陆上是非常强悍的 而让大家不敢相信的是 没想到这三种武魂当中 强悍的唐浩没占一种 反而是阿银还占了一种 由此可见,蓝银草武魂不比耗天垂差 甚至还要更优秀 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